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最新消息 中国集装箱价格暴跌 血崩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贸出口 真的是彻底玩夺子了 来看详细报道 既海运龙头 中远海控 首季度业绩 糟然下降之后 集装箱的价格 龙头企业 中级集团 也就是中国集装箱 装备制造的 龙头老大哥 中级集团 也是交出了 史上最惨淡的一个一季度报表 我们来看看中级集团 2023年4月14号晚间发布了业绩预报 称一季度预计净利润 只有仅仅相当可怜 你想他都几乎占整个中国最大的份额 才是多少 一个多一点 同比下降多少 89%到92% 也就是照然下降九成了 这个业绩就做集装箱的 做集装箱的 跟着海运的业绩暴跌的如此厉害啊 你还相信中国共产党那些宣传 我说了 东南亚本来基数很小 他就给你玩这种数字游戏 他告诉你说出口出口东盟增长 本来那你就去年就一个月啊 两个月啊 他增长35%没多少 美国那边以往都是中国几千亿美元的顺差呀 那里跌了5% 那比这里35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啊 所以这个除了 那跟你讲啊 这个去年成交房啊 成交石头啊 今年增长100%啊 这个20套啊 这不就玩文字游戏吗 归属母公司啊 扣除财政补贴 就扣除非经常性 进利润之后啊 实际上盈利只有1000万到9000万 也就是没亏啊 把这个报表呢 仅仅做成个盈亏平衡 这差不多了 同比下滑幅度高达94%到99% 也就是几乎亏损 这个这个中国洋 核心资产 那个这个中国集装箱集团呢 你想想 做集装箱的这样 你还想还想好呢 盈利状况啊 在这个海运 集运寒冬之中啊 到达了冰点寒气逼延 回看中级集团过往一季度报表 除了2020年啊 一季度因为疫情原因亏损 6.41亿元以外 这该公司啊 今年一季度归孙母公司 这个进利润水平是2014年以来 最低的水平啊 这个中级 而且你都号称今年一季度是吗 放开请您啊 今年一季度就是四金石 我们早说了 今年一季度都不行 你怎么恶基督能好起来我都不明白 所以最近你看到细胞子 哎呀又是约见这个约见那个 这不是证明他行 这恰恰证明他不行了 天天找找这个谈谈 找那个谈谈 那个喝喝茶 发表一个共同声明里面 啥内容没有 你发现啥内容没有 真有一些内容都是中国 基本上是中国采购外面的 或签署一些什么异象性的协议 最后能不能落地都不知道 就是大家的好过没做了啊 然后反正的 哎你以为那马克隆意 他也是公务员 大家都是上个班而已 把班上了 也就是这样 你以为困难 所以说那集运市场啊 去年下半年 迎来应走路 从中级集团联报数据看来 2022年全年营业收入 也是同比下降13.54%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也是下降51.7% 中级集团集装箱的利润 那就是你就看出来中国外贸了 因为哇你到过深圳都知道 他那个总部不得了 一大片就全是集装箱 每天制造大量 因为这个玩意啊 它还是很容易择旧的 这个有时候救一下 或者生锈在海里面 你想大风大浪 它损耗是相当严重 而且装的货 你不能不能凑合啊 这个东西你在海上 你要是不行 你得换啊 是不是 到时候在海里面散架 那货物掉进大海里面去了 或者说装的不平稳 也不行 所以这个集装箱它是个损耗品 相当于就是包包装 你别看它是铁的 钢的 其实跟任何包装一样 它都是个损耗品 而且损 这种损耗率还还蛮高啊 所以它不断制造 以前就是个大龙头 你在深圳你一看中级集团的总部里 哇一大片 以前那是中国人的骄傲 深圳人的骄傲 现在都不行了 你看2020年已经同比下降51.7% 今年一季度再下降 99%几乎就没了啊 归联 去年单季度也是下降了 中级集团去年一季度到四季度 每季度都在下降 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差 一季度赚17个亿 二季度的时候赚8个亿 第三季度的时候赚5.79个亿 到四季度的时候剩下1.02个亿 今年一季度更差 几乎扣除财政补贴 这种非经常限之后 1000万跟零没区别 所以就也就是一直 从趋势再到单季度的数值 都相当糟糕 中级集团联报显示 你看又是在撒谎 所有官方媒体口径都是 2022年海外通胀高起 欧美大幅加息 人家这个通胀还有加息 就证明人家经济过热 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动能减弱 他一直都这么说 他都说为什么我们出口外 不行 因为外面不行 这个就是纯粹跟忽悠老百姓 外面我们看过耐克的报表 看过星巴克的报表 看过自己家中中国的泡泡马特的报表 全部外面的增长都相当不错 每周增长每年30多耐克 从终端消费 人家还这样讲 其实耐克真不算一般刚性需求 耐克属于耐克的运动产品 全部都属于 哪怕在美国 我相信他也不是说最低端的 如果是凑合真不是买耐克 不是说吹 基本上耐克属于正品牌 或者不是假货 基本上还是属于相对发展性需求 我们叫做 所以你看到北美的市场的增长 30%中国都是衰退 今年一季度也不行 中国自己的都是出 在海外做的可以的里面都不行 都放开清零了 都天天大门敞开了 仍然不行 是真不行 不是海外不行 海外好得很 所以你看 几十年其实都是这个套路 告诉你 外面水深火热了 资本主义 五六十年前就这么说了 现在还信 共产党喂饲料给你吃 你就吃吗 是不是 我就不吃 说真的 如果做人这样跟这条闲鱼 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 共产党说 这个帝国主义 朝鲜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的照单全收 那就给饲料吃 就吃饲料 那做人不能这样做 是不是 所以这个纯撒谎 然后你听了 所以这危害很大 老百姓你真听了中国共产党的 那你就中招了 你真去创业了 砸个20万 开个汉堡店 每天收入79块 像那小伙子一样 那你就中招了 这害人不浅 这不是说 一般撒谎的问题 这害人 告诉你外面不行 外面好得很 外面不行 你做什么广交会 现在要搞内循环 又要搞内循环 全球经济贸易 说说放缓 所以需求放缓 这个影响 这个出现回落 他就这么说 其实是人家有订单 没给你 为什么中国要灰溜溜的跑到越南 也就绕了一个圈圈 为什么越来越内卷 因为你本来直接出口 现在人家制裁你 不直接出口 还要跑到越南去 再让越南转 赚到中间商的差价 那你自己这边 那只能是报更低的价格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内卷呢 快递都两块钱一单 为什么现在东莞单 劳工单价越来越低 你越出口东盟 越不行 你自己直接出口 你出口啥东盟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实际上你看中企集团 跟中原海控同病相连 在4月10号 中原海控披露 2023年一季度预告显示 都是下降 你看中原海控 就是做海运的嘛 一季度也是减少 百分之七十四点九一 就这个德线 最新的中国出口集装箱 综合运价指数 较上一周继续下滑百分之一 那九百多个点 这反正就是这个一个指数 然后这很搞笑 我看到中国在演 全世界我看日本的各种英文媒体没有报道 说布林肯肉要访华了 没有这样报道 我就骑了 乖了 全世界没有报道 就中文圈在报道 说布林肯肉要访华了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德国之声 这个德国媒体 金融时报 又是中国拒绝重启 布林肯访华 我说什么 这简直有病了 自己做了一个新闻 说布林肯要访华 然后自己再做一个新闻 说拒绝他访华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的 中国现在这些新闻 谁谁看的就这些不是说有的人说那些不不扯 所以说我们还有你看这个昨天晚上我们也是刚讲过 所以经济特差特差没钱 昨天晚上我们刚好也是聊了一句那个深圳地铁的被砍的事情 我瞧了一下 原来还真不止深圳地铁被砍 全国地铁都在砍 我细思极恐 深圳地铁五七规划 这个只有九条线被批 18号线 21号线 10号线 东延 11号线 北延被砍 全部就是郊区 郊区铁路都都被砍 对接东莞长安的 东莞三号线的11号线砍掉 东莞凤港 龙港中线10号线砍了 深圳郊区沙井龙港平湖连接深管的3号10号11号线全砍了 这砍的是地铁吗 这砍的是城市的郊区的未来和房价都砍了 那里面很多人就血本无归了 这些地铁规划是政府的信用 不仅是深圳在砍 你看杭州地铁四七也砍了一半 成都由原来的55条地铁线路砍的剩下19条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政府的违约 你要不不要出这个规划 你出了这个地铁的规划 人家买房了 你现在告诉我地铁砍了 这算什么 找谁是不是要行政诉讼深圳市政府赔偿我买房的损失 我当初我是听了你政府的地铁规划 我买了这个房子 那现在你说地铁不见了 一句话不见了 我现在到时候到时候我在这里建厂了 你现在答应不拘就不拘 到时候又拐个弯 就又又又说不行啊 我们你这个法治精神啊 到时候又又拐了 所以你说一个国家这些规划 都是像草子一样 把屁股一擦就丢在厕所里面 你这个还听中国去投资啊 咱去投资啊 这风险得多大啊 地铁规划基建规划是政府的信用 你比如我到时候你说叫我来投资建个厂 马路谁建呢 难道我来建建个厂 马路也我自己建呢 我帮你把整个国家建设好啊 开玩笑 我来开厂的 我不是来建设新中国的 我擦 是吧 我把工人工资付了 按照劳动法把社保交了 都已经是人治一尽了 来了 你现在告诉我地 不行 这地我们也不见了 这这个这个要通往工厂的马路 你自己建 到时候这这马路这个也有损耗 烂了 澳洲政府没钱了 这马路你自己修呗 你自己要出入 我去 是吧 不单只砍了地铁 深圳市还把产业用地变成了商助用地 什么意思 也就是很多的招商引资的项目失败了 很多原来规划 这里要做个什么LED产业园 这个就建建个什么电动汽车产业园 现在这个砍了 砍了 现在搞搞保障房 搞保障房 你说这这这是不是玩毒的 你就很多这个地区啊 你看这苏州啊 东莞 松山湖 为什么这个冷冷炒起来 都是有这个产业规划 那个光明 以前如果这个深圳光明区啊 这个什么又是LED 又是什么 现在全部产业也在撤出 你比如这个阿里巴巴 就撑起了这个这个杭州的房价 那现在阿里巴巴说不行了 软银要全部撤退了 这个当那个资本主义家的尾巴逃跑了 哎呀那个这个 现在放风 全是假的 全是忽悠 说啊这个什么要一期了 要二期了 中文圈特工饲料 都不会消息 我的中文圈特工饲料 签订了一个共同声明 共同声明里面啥也没有 共同声明第一句就是什么 这个卢纳啊 祝贺中国共产党 啊 二十大 你在搞什么鬼 所以真的是顶不住了啊 今天还看到那个郑州啊 又搞拆迁了 没办法了 只能搞这种病态的境界 那要三年大拆迁啊 郑州干干这个什么什么玩意啊 终于是顶不住了啊 就给房票啊 给房票全部拆迁 大拆特拆 全是拆了给房票 还自我消化啊 这个这个把这房子消消化掉 实在是不行了 消化完 那到时候再再增个房地产税呗 再收回来呗 所以很多很多的 这又是一个坑 反正就 哎呀民间能榨干就都榨干了 俄城的税都收到99年之后了 没有柔水可炸了 哎呦这个 本来在村里面的房子 物业管理也不用啊 现在听说有些村里面还是物业管理费啊 村委会下去收物业管理费啊 给你们物业管理了 全部都自己付费了 中国是越来越来越来越好了啊 这个实现的市场化 这个收费的时候就市场化了 给你给你福福利的时候 又又没有了啊 所以这本来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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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房子啊 拆掉拆掉就上了上了楼 上了楼又要物业管理费 又要什么公共水电费 啊然后到时候又要交物业管理费啊 又要到时候房地产税也来了 所以哪天给你们全部拆了 全部是几乎都还要补钱 基本上这房票你还要补 这房票很多就够个首付 够了首付之后呢还要月供 哎呀 你说这真的是 这日子怎么过 这政府现在这政府也是没钱 产业也搬出去了 房地产也炒不起来了 中国这个一个最最大最大 其实一个大水龙头改革开放几十年 不过就人家这个哎呀 美国帝国主义来投资了一下 美国帝国主义跑了啊 现在忽悠一个法国法国能有几个公司啊 你打开那个那个全全球那个 那个五百强里面有多少是日本的啊 有多少是是是是 你练得出名字有多少是美国的法国才几家呢 真的开玩笑法国才几家呢 那德国还是还是比法国都强强多了去了 真的意大利比法国都强多了去了 有时候意大利有些时装品牌 是不是啊 瑞士瑞典啊 这个一家集团开的也全世界都是都是做得很棒 那法国有时候还真不如真不如德国啊 那个法国确实不如德国经济实力呢 所以就哎呀真是不行了啊 这人现在到处拆线啊 所以今天说一个一个这个外贸啊 这个集装箱价格暴跌外贸不行啊 里面很多规划直接违约呢 后面那个后患无穷啊 政府的信用完全扫地啊 对于哎还投资信的过 你现在的细胞的你说什么都不管用 你你都说话像放屁一样的 就像谁听你的 哎所以就这样了啊 先说这样 觉得有点意思简单的分享 拜拜